行政院农委会水土保持局主办的第二届金牌农村竞赛 花莲县政府也将会启动花莲县内的初赛 而好消息是长期推动农村生态旅游的丰山社区 今年获得了花莲县金牌农村第一名的殊荣 将会代表花莲的社区和全国其他县市的农村社区 进行金牌农村的决赛赛程 疫情的关系让今年的农村社区活动络绎不绝 而花莲县政府农业处所举办的金牌农村竞赛 是中央对农村再生政策所推动重点工作 可谓全国农村各式竞赛活动的最高殿堂 评比内容综合了社区的生活面 生产面生态面以及未来愿景 我们就是正常发挥啦 就是把我们社区之前有做过的一些成果啊 像是生活生产生态这三方面的一些成果展现出来这样子的 那这次荣获这个第一名 会不会激励就是社区在朝这个方向有更大的一个迈迹 有啊 那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规划我们明年的一些作为 对 比如说呢 比如说我们想要做一个那个绿色照顾站 绿色照顾站 对对对就是主要是就是 主要是鼓励说我们当地的一些老人家 然后出来走一走 然后动一动 然后就是融入一下我们社区的一些环境的 像是一些农作物啊等等在我们的那个体验活动里面 它就是有一些绿色元素在这样子 入选决赛的社区将获高额奖金以及出国观摩的机会 透过良性竞争的模式促进国内农村永续发展 对于各农村社区是一次学习成长 并且凝聚向心力的机会 在参与的过程当中 观察其他社区如何营造 进而重新审视自身的环境条件 增加带动农村前进的能量 记者林杰双方箱采访报道 自 出地说 指纳 ara 找 Enemy 。